以目留心態的這種服務,從事於超然的愛心服務,對Rana和Krishna。 我們學習《奉案的甘露》第十八章。 《奉案的甘露》,在我們的網絡中,我們沒有這些書。 他們有《奉案的甘露》,但他們沒有《奉案的甘露》。 這一章的名字叫《狂喜忠的奉獻服》。 這一章講述的是《奉案》層面的奉獻服,或者說是《狂喜忠的奉獻服》。 在《純粹奉愛服務》有三個層面。 第一個階段被稱為《沙德納露》中的奉獻服務。 《奉案的甘露》中的奉獻服務。 奉獻服務。 奉獻服務以兩種方式呈現。 一種被稱為《瓦迪伯伯》。 第二種又被稱為《瓦迪伯伯伯》,或者說自發的奉獻服務。 《瓦迪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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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这里也讲的,这一章讲的是超越规范修行的奉献服务,被称为狂喜中的奉献服务。 这个狂喜中的奉献服务非常难以到达。 这里讲到一个人到达狂喜之中奉献服务的人有九个特征。 我们会读一读,然后来具体描述这九个特征到底是什么样的。 第一个狂喜中的奉献服务特征是他非常依附于唱颂主的名字。 当一个人到达狂喜的这个征兆之后,这是他的其中一个特征。 在Krishna Karanamrita这本书中有这个证明。 这本书被非常著名的奉献者所写,叫Bhuva Mangal Thakur。 上一个星期我们谈论过Bhuva Mangal Thakur。 上一个星期我们谈论过Bhuva Mangal Thakur。 他做了一个评注,就专门关于唱颂Radharani的名字的一本书。 哦,是Radharani的唱颂,不是Radharani的名字。 这里引述了一个Radharani的朋友,他讲了一段话。 哦,亲爱的Govinda。 这个威莎巴鲁国王的女儿, 为上班族王的女儿指的就是Radharani。 为上班族王的女儿指的就是Radharani。 她正在流泪。 她非常焦虑地渴望唱颂您的名字。 Krishna,Krishn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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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们也在模仿Radharani吗? 或是说你们真的有你对Krishnah的狂行之爱。 当达达拉尼唱诵Krishna的名字的时候,她有对Krishna非常伟大的爱。 我们只是在唱名字而已。 但是达达拉尼她深爱Krishna,她会为Krishna做一切事情。 所以当她去呼唤Krishna的名字的时候,她是从她的内心发出来的。 当我们刚刚进行Kirtan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你们的内心唱。 当达达拉尼呼唤Krishna的名字的时候,她是一种非常紧迫的情感和这种爱去呼唤的。 有一些奉献者,她对唱诵Krishna的名字非常的依附有情感。 我们比较近的有哈利达斯塔库。 她每天唱诵30万遍主Krishna的圣名。 这意味着192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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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挣扎的在内,每天练诵16圈。 她是每天都练诵192圈。而且有很多年。 她对唱诵Krishna的名字有非常强的依附。 当她年迈的时候,她住在加加加拿大库的海滩上。 当你去加加拿大库的时候,你会找到这个哈利达斯塔库曾经念诵的地方。 主Krishna的每天都会给哈利达斯塔库带菩萨的。 当哈利达斯塔库在晚年的时候,她身体不是特别好。 然后就问哈利达斯,一切都好吗?你看起来有一点点不太好。 我的疾病是,我没有办法完成我的念诵。 这是最严重的疾病。 我们无法完成这个事业。 我们无法完成这个事业,唱诵哈利达斯塔库的曼菩萨。 因为这是哈利达斯的晚年的时候,她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 她发现对于完成她的念诵的这些圈术已经有些困难了。 仍然她付出很多努力去完成这个念诵。 她还有另外一个,她也同时对念诵语有很强烈的依奉。 她每个男人,这些 laughter when there is a day and night to speak. 她们每天用时对念诵一切铺子上出来的词促万叛 وickets memorial, 她每天天落 het,只会意思出来。 她每天思雨都会 too denom 。 她每天天,一个娘的徒弟在追诵 said to the parakult, 一个男的来给她一本聖点博加网堂。 她也识典昨天的敘anim叛就不 donner了あの covenantиком。 这个女生,这一位妾和妩 notifications, 这位婚世那婆妩和读 Can solo人 also came to hear the lecture. 他也經常聆聽這個講課。 這個男的呢,他也來經常聆聽他的聖典博家瓦談。 不是經常,是一次。 當這個男士在給講課的時候,這個女士,這個馬太吉在念誦。 這個男士說,請別念誦了,在我講課的時候,請聽我講課。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奉獻者,所以呢,他總是忍不住,他有一個習慣就是,總是不停的在念誦。 對於他來說,念誦是一個很自然平常的事情。 當這個男士說,停止你的念誦的時候。 因為這個男士這樣的說話,所以他做出了冒犯。 他會因因爲什納娃的冒犯而經歷痛苦。 因為這個女士是一個非常進步的奉獻者。 但是呢,對於我們來講,我們不要去模仿。 有一些人,有一些奉獻者,他從來不念誦,但是呢,他一上課就開始念誦。 因為他在這個課程上做了,所以他就開始念誦。 主柴塔尼亞馬哈巴布也是一直不停的唱誦。 當主柴塔尼亞馬哈巴布去到廁所的時候,他的思考,我覺得我不應該在廁所裏念誦聖名。 因為聖名是非常純粹的。 因為在廁所有那麼多的排泄物,不是特別的乾淨。 這個廁所是一個被污染的地方。 所以,主柴塔尼亞馬哈巴布就認為,不應該在廁所裏念誦。 因爲主柴塔尼亞他忍不住要念誦,所以呢,他就把這個嘴巴給封了起來。 他是一直不停的念誦,他忍不住要念誦,所以呢,又為了遵守這個,他就把嘴巴封起來。 他把嘴巴封起來,他把嘴巴封起來,以致他不再唱唸。 他不再唱唸。 然后有一个小孩就问这个马哈巴姆陀佛说,问牛采达娘,如果你在厕所里死去了怎么办呢? 你那个时候没有抢受圣名,你无法到达生命的终极目标。 当这个小孩长大之后,他也成为一个伟大的风险的读书。 当这个小孩长大之后,他也成为一个伟大的风险的读书。 他也接受这个小男孩的建议,去到厕所的时候,也一直不停地念诵,不带封住自己的嘴巴。 然后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唱诵。 他一个人处在狂喜之中的时候,这是他的一个表真,就是持续不断地唱诵圣语。 而这个例子在这里给出了,就是拉达拉尼是一直不停地念诵的。 另外一个特征是, 非常渴望描述主的超人品质。 这个特征也同样描述了这个特征的这些例子。 我应该为Krishna做一些什么呢? 他远远超越我们的肉和物质概念的这种。 他的这个行为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的像一个 。他的这个行为甚至比其他的男孩有时候要糟糕一些。 但是呢,Krishna这些超人的这些活动吸引了我的内心。 我没有知道我能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一些什么。 所以,这些词是说明说, Krishna在这些行为造成的一些麻烦。 有些时候Krishna的这些行为造成了一些麻烦。 就像当Krishna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 他被称为豆腐。 他被称为偷奶油的贼。 他的母亲呢,为此要追他。 我们知道在Damadara的这个消耀食宫中,Krishna是如何偷黄油, 然后把这些分发给这些猴子们。 这是Krishna的这个看起来不太好的行为。 这个小男孩呢,通常我们知道,小男孩们不可能就呆在一个地方。 他总是会东跑西窜的。 如果小男孩只是坐在那里, 什么也不乱动,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表征。 一个健康的小孩就是到处跑,然后呢,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Krishna小的时候也是这样非常地淘气。 我们也知道他偷了物流姑娘们的衣服。 有些时候他也给他的母亲增添麻烦。 有一次Balaram告诉母亲亚收达,这个Krishna正在吃泥巴。 然后亚收达就问Krishna,你真的在吃泥巴吗? 然后Krishna会说:"Oh,妈妈,不要!Balaram在我怀疑。 他不想让我入困难。 这不是真的,妈妈。 Balaram对我非常生气。 这不是真的,我没有在吃泥巴。 所以妈妈说:"Let me see inside your mouth, open your mouth." 那就让我来看一看你的嘴巴,来张开你的嘴巴。 当Krishna张开嘴巴的时候,母亲亚收达看到了整个宇宙。 所有的心系都在她的嘴巴里面。 她甚至看到她自己在看Krishna的嘴巴。 这就是Krishna玩耍的时候。 他有时候也和这些狗屁们开玩笑。 他有时候呼唤所有的这些狗屁们到这个圣地里面去跳拉萨之舞。 他把所有的木楼姑娘们叫到圣地里面,然后开始跳舞,然后她就开始吹她的笛子。 让所有的木楼姑娘们聆听她的笛声。 所有的木楼姑娘们都在以为Krishna在呼唤我们当Krishna一吹笛子的时候。 当木楼姑娘们一听到Krishna的笛声呢,他们就会放下所有的这个手上的火,奔跑向Krishna。 有一些木楼姑娘们正在画中只画了一半。 她一听到Krishna的呼唤,她就马上放下,她就跑了。 有一些木楼姑娘们还在给她的小孩正在喂奶,当她一听到Krishna呼唤,她也跑了。 她把这个小孩放在一边,就背上Krishna。 有一个木楼姑娘们呢,就被她的丈夫给阻拦住了。她的丈夫不允许她去。 然后她离开她的区体了,这就是木楼姑娘。 因为她感觉到不能和Krishna在一起,所以她就离开区体了。 这些木楼姑娘们非常沉浮于Krishna。 Krishna一呼唤的时候,她就会去。 当Krishna把他们呼唤来的时候,Krishna竟然说, 你们这些木楼姑娘们为什么来这儿? 作为年轻的女子,不应该大三更半夜的跑到森林里面来。 如果你们晚上到这里来的话,你们的名声会扫地,你们会变得不正经。 以这种方式,Krishna取笑这些狗屁们。 她也和这个狗屁们开玩笑。 有一次,木楼姑娘们和Krishna正在跳舞的时候, Krishna突然感觉到木楼姑娘们有点骄傲。 因为所有的木楼姑娘们都是这么觉得的,她觉得Krishna只是在和我跳舞。 因为Krishna可以扩展每一个,扩展她自己,让她跟每一个木楼姑娘们跳舞。 所以呢,这个木楼姑娘们就觉得,哦,Krishna竟然和我跳舞,我一定是特别的美丽,特别的有戏。 你来看一看,Krishna和我跳舞。 你来看一看,Krishna和我在跳舞。 Krishna立刻就消失在所有的木楼姑娘们之中。 然后,木楼姑娘们就到处寻找Krishna在哪里,Krishna去到了哪里。 Krishna就把他们开一个玩笑,他变成了四臂形象的威士努。 当这些狗屁们见到这个威士努的时候,他们向威士努质疑顶拜。 请问一下,您见到了Krishna吗? 请你告诉我,Krishna在哪里,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Krishna。 这就是Krishna的消遥时光,他和木楼姑娘们一起的消遥时光,如何他开玩笑,对这些木楼姑娘们。 当这个主Brahma偷去了所有的木楼童和这些小游族的时候。 所以Krishna会玩一个玩笑。 Krishna也开了一个玩笑。 他代替了所有的物流头。 所以这个结果是,所有的木楼姑娘,木楼童的母亲们,她们甚至没有发现自己的孩子没有回到家。 因为Krishna替代了他们,Krishna扩展了自己,成为这些木楼童。 这就是Krishna的这些奉献者,他在巴巴层面的时候,他愿意非常谈论Krishna的这些消遥时光。 他们也非常渴望聆听这些消遥时光。 因为我们受条件的这个区体限制这种物质境况,我们经常听着讲课就睡着了。 我们没有到达巴巴的层面。 我们没有品味,我们没有吸引,没有被Krishna的这些消遥时光所吸引。 但是一个处在巴巴的层面的奉献者,他是非常渴望去聆听的。 他会怀着巨大的关注去聆听。 我们聆听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但是一个处在巴巴层面的奉献者,他聆听是进入到自己的内心。 通过聆听Krishna,能够进化我们的内心的物质欲望。 我们通过聆听来培养我们聆听的品味。 这需要一点点练习和时间。 就像唱颂圣明一样,我们需要练习。 大家有问题吗?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要聆订一下。 我们会关注一会儿。 你可以帮我们知道, 要关注一会儿。 对。 如果我们有关注的。 我们的关注。 我们的关注。 这是我们的关注。 我们的关注。 geberg ishoor was chanting in the toilet, he wants to hear why was God kishor does Baba Ji chanting in the toilet? 帕布想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 God Kishor does Baba Ji,他喜欢在厕所里面念诵? 一个巴巴基呢,他关注的是自己在灵性上的修习和进步。 他不是特别感兴趣传播圣明对受条件限制的灵魂的传教活动。 他发现这些物质的这些人们经常去打扰他念诵Hare Krishna圣明。 对于巴巴基呢,这样一个称号的人物而言,他们是非常弃绝的,由于他非常弃绝,人们经常会走到他面前来给予他一些不识打扰他或者向他提出一些问题。 这些物质世界的这些物质概念的这些人,物质愿望的这些人,他知道这个巴巴基非常有力量。 他希望从这个巴巴基这里得到一些祝福。 所以,Gorakishor Das Babaji,他不希望这些非常异于熏心的这些人,跑到他面前要这些所谓的祝福。 你知道这些物质主义的这些人,你知道这些物质主义的这些人,来到你面前,他会触摸你的祖物。 他把他的这个夜报给你。 因为他知道,你比他更进步。 他把他的罪恶活动的反应全给你。 通过触摸你的足。 通过触摸你的足。 Gorakishor Das Babaji,他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他把他移动到这些很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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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脏的公共厕所。 所以呢,Gorakishor Das Babaji,他搬到一个又破,又难,又脏的一个公共厕所。 他坐在那里,念受圣明。 这样之后呢,这些物质主义者呢,他就不愿意到这种地方来了。 Just like one time Prabhupada was riding the train with the devotees, and sometimes when Prabhupada would go on the train, sometimes people would come, and they would come to get blessings from him. 有一些时候,圣Papada和风险者一起坐火车去旅行的时候,有一些人走到Papada的面前。 So they said,Swamiji,Swamiji,Give us your blessings. Swamiji,请给我一些祝福吧。 So then Prabhupada asked him,What blessing you want? 你想要什么样的祝福? So the man was not very sure. But anyway,the first man said,Well,I said I have a doctor,I need to get her married. Can you bless me to get a husband for her? 我有一个女儿,她马上要结婚了,请你为她,让她有一个很好的婚姻。 Not exactly,but anyway. And the other man said,Yeah,I have a problem with my back.Can you bless me to get cured for this back? 我有一个背部的问题。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背部的这个问题也解决一下? So Prabhupada said,Well,I will give you a blessing. He will give you a blessing. I will give you a blessing you must for. I will give you a blessing you must for. I bless you to be like this man here. I will give you a blessing you must for. I will give you a blessing you must for. I will give you a blessing you must for. 成为一个真守身。 And the man run away. 这个男的立刻就跑了。 他不想要这样的祝福。 But that's a better blessing than anything they were asking for. 但是呢,这样的祝福对于所有其他的祝福来讲是更为好的。 。 So,Gorokishab Das Babaji didn't want to waste his time to give blessings to materialistic people. Gorokishab Das Babaji,他不想浪费他的时间给这些物质主义者以祝福。 So he moved into the public toilet. 所以呢,他搬到了这个公屋厕所里面。 A very dirty, smelly place. 非常,呃,稳起来非常糟糕透顶的地方。 When you chant the holy name there. 在那里唱诵圣语. He was happy to sit there, you chant. 他非常快乐地在那里念诵圣语. Because you know these materialistic people are not going to come there. 因为他知道这些物质主义者不会再来骚扰他。 You know. Okay. Any other questions? Yes? Is it permitted to chant the holy names of Sri Krishna if the place is full of Kali Prabhava? If the place is full of Kali Prabhava? If the place is full of Kali Prabhava? Is it permitted to chant the holy names of the Lord in that place? 就是在这种非常罪恶,就是Kali影响的这些地方,唱诵圣明和合适。 比如说一些肺凤圣者之间,还有这些有牛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 Yes! You should chant the holy name there. You should chant loudly. You should chant loudly. This will be the greatest benefit for them. This will be the greatest benefit for them. Just yesterday we went to Kalsan Road. Just yesterday we went to Kalsan Road. Kalsan Road is full of all this Kali. 在这个Kalsan Road呢,这一条全都是罪恶活动 Kali. 我们在那里唱诵圣明,去给予圣明,由于念诵圣明,唱诵圣明,这些不吉祥的地方也可以变得吉祥。 圣明可以净化一切,唱诵圣明能够保护我们免于卡丽的这种罪恶影响。 我们不想被这些比较脏的这种环境的影响。 所以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唱诵主的圣明通过唱诵。 当哪里有Krishna,哪里就没有虚幻能量。 这个就好比哪里有太阳,哪里就不会有黑暗。 同样的道理,哪里有Krishna,哪里就不会有虚幻能量。 每当你感觉到有Maya七一行经的时候,你应该脱避于圣明,脱避于Krishna的名字,唱诵Krishna的名字。 这会保护你。 事实上我们应该总是唱诵Krishna的圣明。 主圣明在他的八训会的祈祷之中, Girtaniya Sadahari, 总是一直持续不断地唱诵Krishna的圣明。 我们应该把圣明总是放在我们的舌头上。 无论你去哪里都唱诵神明。 主圣明不断地唱诵神明。 你是不是对圣明有不尊重的这种情况。 这不是对圣明的冒犯,也不是对圣明的不尊重。 事实上这是最好的福利活动。 这代表了你对这些罪恶的人巨大的怜悯之心。 因为由此你有可能改变别人的生命。 有很多一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仅仅只是听了一次圣明,他就改变了, 他就放弃了他的这些罪恶活动。 这个冒犯是给别人宣讲圣明的荣耀。 但是呢,唱诵Krishna的圣明是没有冒犯的。 我们可以在任何地点唱诵Krishna的名字。 让别人聆听圣明,别人也能够得到收益利益。 他们通过聆听得到好处。 我们通过唱诵得到好处。 所以,Lard Chantanias is predicted the holy name would be chanting in every town and village all over the world.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唱诵圣明不是错误。 但是呢,我们应该以正确的心态去唱诵。 怀着爱和奉爱去唱诵。 我们有唱诵圣明的十项奥犯。 其中一项呢,就是把这个圣明给予毫无信念的人。 我们希望为他们创造信心。 我们希望为他们创造信心。 我们给别人创造信心是通过我们自己在唱佛。 当人们看到奉献者在唱诵的时候,他会培养信心。 哦,我也应该唱诵圣明。 圣帕巴德去到美国纽约的时候,他就开始唱诵。 当圣帕巴德在这个公园里,在纽约唱诵的时候,所有的人也加入进来唱诵。 唱诵能够创造吉祥。 唱诵能够创造吉祥。 formula也 on HIS HAT. 中文童的名字和他本人没有区别。 有一次这个奉献者在讲课 帕德在听 然后呢这个奉献者讲了这么一句话 Krishna在他的名字里 But Prabhupada said no Krishna就是他的名字 没有区别 唱售Krishna的圣名创造吉祥 如果你唱售的话 其他的人也会能够发展出唱售世民的信心 你能理解吗 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Krishna的圣名 非常抱歉 我还有一个问题 For example There are devotees that chant in different places So many people who are still in Maya They see the devotees chanting the holy names of the Lord But what they think is that they are very weird Like oh what are they doing They're so weird Like what's wrong with these people Are they crazy I actually start because It happened with one of my friends Where the devotees in the USA Chanted the holy names of the Lord And some girl just said that Oh are they crazy Why are they chanting the holy names of the Lord Why are they chanting something Or why are they singing like that Or dancing like that And why are they something so weird That what is that Isn't this an insult to the holy name of the Lord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people are in Maya And don't know the holy names Or what it means But if we chant the name Surrounded by Full of materialistic people Isn't that we are creating more sin For these materialistic people With them insulting the holy name of the Lord Because insulting the holy name of the Lord The Lord is the greatestukan in everyone ков 負責者的這種冒犯,是不是也會造成他們有更多不好的罪惡活動。 所以呢,巴黎吉就有這個考慮,到底我們唱別人有這樣的想法,對他們好還是不好。 所以,我們應該給予別人一些知識,教育別人。 我們會告訴別人為什麼我們要穿成這樣。 這是一種特別的文化。 就像你去醫院,你會穿上一件白色的衣服,一些特別的衣服。 你去到那些自動化的工廠裡面,他們也有一些很特別的衣服和制服。 我們也通過我們的衣服這樣被認出,我們是奉獻者。 有些時候,人們還會問,那些奉獻者在哪兒? 當他們看到奉獻者圖了這個提拉克,穿著這個兜褲和這些服裝的時候,他們一下子就認出,哦, Hare Krishna。 他就知道你是奉獻者。 有些人想要去找警察,你怎麼樣辨認出這個人是警察呢? 你會看到他穿著一身警察的制服。 同樣的道理,奉獻者也有奉獻者特別的衣服。 我們又唱又跳,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又唱又跳。 你去卡拉OK,人們也在又唱又跳。 你去酒吧,看到別人也是又唱又跳。 你去一些足球比賽的地方,那裡也有一些拉拉隊又唱又跳。 我們的又唱又跳是不同的文化和本質。 我們的又唱又跳是能夠幫助我們從這個物質世界得到解脫的方法。 聖帕帕德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誰才是瘋子。 人們認為奉獻者是瘋子。 我們認為那些物質主義者是瘋子。 他們在地獄般的這個工作環境下,一整個星期的工作。 他們吃著可怕的食物,喝著可怕的飲料。 他們的一生都從事著罪惡的這種行為。 他們在生命終結之時,必將走向地獄。 他們生活在地獄,生命終結之時,他們又走向地獄。 但是奉獻者的生活,又愉快,又開心。 我們又唱又跳,還有菩薩蘭。 我們服務菩薩蘭。 當我們離開屈體的時候,我們又會在另外一個地方服務菩薩蘭。 誰才是瘋子呢? 他們說我們是瘋子,我們說他們才是瘋子。 好,我們到此結束。 我們有一個二題。 J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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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 感谢观看